來關心歐美股市最新的收盤行情 先來看到美股全面下挫 道成工業指數下跌525點 最後說在26763點 NASDAQ指數下跌330點 最後說在10632點 費城半導體指數下跌53.57 最後說在2126點 歐股的部分全面上揚 英國金融時報指數上漲69.8 最後說在5899點 德國法輪科夫指數上漲48.58 最後說在12642點 邦尼真上工會指數上漲29.42 最後說在4802點 國際金價跟油價的部分 金價上漲下跌41元 最後說在1866.6塊 油價的部分下跌0.21元 最後說在39.59元